歡迎收看大新聞大爆掛 那大家趕快來到紫屏上 已經打招呼了 同時記得幫我按讚 還有在這兩個小時把我們的連結多多分享推播出去 那同時在今天大家也都高度關注的 已經是第五天了 俄乌戰況焦灼 目前進行的是基輔保衛戰 那麼在台北時間 其實今天下午要展開的是俄乌停火談判 那大家就關注呢 會因為這場談判 讓這場戰事露出和平曙光和平落幕嗎 還是這只是一場詐數 會成為克里姆林宮升高戰勢 戰爭全面升級的一個藉口 我們稍後來討論 先為你介紹今天的節目來賓 首先時事評論員黃偉涵 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 以及東華大學教授施政鋒 大家好 台北市議員徐宏廷 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那等一會在線上一起參與我們討論的 還有借文集借大使 一開始先高度來關注 目前已經俄乌開戰第五天了 那就在台北時間今天下午呢 會進行這一場俄乌和談 好那烏克蘭總統辦公室呢 就是同意烏克蘭代表團 在沒有先決條件之下呢 是在當地的時間上午前往烏克蘭 27號上午與白俄羅斯邊境 和俄羅斯的代表團會談 那可是我們看到這個時候呢 白俄總統盧卡申科呢 就感覺就一直在叫囂 他說這個白俄羅斯的飛機直升機 飛彈這些軍事設備呢 在烏克蘭代表團出發談判期間都按兵不動 不過就在呢一同意談判之後 他居然立馬發射飛彈攻擊烏克蘭 那甚至呢還傳出有可能會出兵 那也料話說如果不到三天的話 這個烏克蘭戰爭就會成為絞肉機這樣的話 那我先請教韋翰就是說 大家可以期待今天的這一場和談嗎 這場停火談判嗎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你白俄羅斯還在旁邊這樣叫囂嚷嚷嚷 這是怎麼樣 那感覺上一旦如果白俄也加入戰事的話 這個衝突就直接擴大了 每一次不管是政治分析或是這種國際局勢 我都是用最壞狀況的 這個事情的最壞狀況不得了 他接下來不是只有 整個歐洲 對不是只有俄羅斯跟這個烏克蘭而已 如果再下去以後 包含我們先前所講的 絕不可能動到的核武 他的機率應該都不是零 因為如果再繼續拖下去 我先跟觀眾朋友講 今天28號了 25號就要談啊 可是25號要談的時候 他訂的地點 俄羅斯指定要到白俄羅斯的這個明斯克 可是呢這個烏克蘭講說你長小孩 我為什麼要去白俄羅斯 他是親近俄羅斯的 我至少要去波蘭的華沙 或是到土耳其去伊斯坦堡 好幾個地方你可以選嘛 至少你不要在我們兩個 互相都不相信的地方到第三地區 好那現在問題是 後來烏克蘭等於是往後退了 對他有點 他同意要去白俄羅斯了 那你白俄羅斯還打飛彈那是幹嘛呢 對不對 所以我不知道 因為國際的新聞他其實他會有個時間差 尤其這一次的訊息 很多在烏克蘭裡面的訊息 他沒有那麼快 所以是不是這個會談會如期如時的舉行 我覺得可能先打一個小問號不要打大問號 第二個會談就怎麼了嗎 會談就保證結束了嗎 俄羅斯的軍隊在烏北烏東跟烏南 有往後撤退或是不在前進的跡象嗎 看起來不知道 好像軍隊還在前進當中 那你這樣子這個 談歸談打歸打 兵不厭詐這是戰爭 所以呢就會使得這場戰爭延長 那我為什麼剛剛講最壞的狀況 我先跟大家講什麼叫最壞的狀況 對烏克蘭來講就是繼續打 然後傷亡更增多 然後國際援助也就是到半位 半吊子半瓶水 然後傷亡增多 戰爭沒有結束 這對烏克蘭講是最壞的狀況 對俄羅斯來講最壞的狀況就是 烏克蘭的反抗超乎預期 我這兩天其實跟大家報告一件事情 就是說你站在烏克蘭的角度想俄羅斯 站在俄羅斯的角度想烏克蘭 站在台灣我們透過國際媒體 我們台灣有去過烏克蘭的人少之又少 我也沒去過 昨天有一條新聞 我覺得拿這個來舉例其實就是 就是我想要跟大家表達的意思 上個禮拜四來的時候也是跟千惠在一起 我就講說我們不要站在西方媒體的觀點 看整件事情 因為俄羅斯有俄羅斯人的觀點 好 有一個俄羅斯的坦克車部隊 他們裡面的坦克車裡面的軍人好幾位 坦克車開到沒有油以後 他跑去烏克蘭的派出所說要借油 結果就被抓起來了 他為什麼會做這個事情 你以為他很蠢 是因為他 認為烏克蘭人不是應該歡迎我們俄羅斯人來嗎 不是是因為烏克蘭的政府 他要加入北約 害得烏克蘭的民眾水生火熱之中 所以我們要去解救嗎 30年前台灣不是相信中國大陸都希望我們去 光復中國大陸 然後解救這些大陸同胞與水生火熱之間嗎 所以烏克蘭的軍人跟俄羅斯的軍人 他們分別受到國家給他們的指令跟訊息 他們看到的都是他們那一面 我們台灣也一樣 我們不要只有看一面 我們看看西方媒體 看看歐盟 看看美國 現在飛彈也要來了 其實問題就在這裡 他是分階段的 美國現在連刺針飛彈都要送過去 歐盟甚至要幫烏克蘭買戰機 然後呢這個德國本來說要給什麼 這個安全護盔 後來講說不行不行 被人家笑 那一開始還拒絕 這個烏克蘭的大使在柏林跟德國 想說我們這樣需要德國的幫忙 老師跟我說 我看你就差不多存不滿幾千 你是還要幫什麼 一路好走吧 所以把這個東西泡出來以後 引發眾怒以後 大家現在變成是不敢口到手沒到 都要有東西了 我給你這個我給你那個 那問題是這個事情為什麼24號剛發生的時候不做呢 那現在已經過了24號 現在已經28號 以台灣時間來講是第5天了 那10天如果還沒有結束 20天沒有結束 我要跟大家說就是剛剛那個例子 當烏克人的軍人都覺得 對不起 當俄羅斯的軍人都覺得 烏克蘭其實民眾是 希望俄羅斯人去把這個事情解決了 不要讓北約 不要讓西方邪惡勢力來影響我們這個 就是俄羅斯跟烏克蘭的和氣 因為我們都是一家人的時候 其實事實上不是每一個 烏克蘭人都喜歡俄羅斯 但同樣的 你也不要以為所有的烏克蘭人 都非常痛恨俄羅斯 尤其是烏東 烏東認為我們跟俄羅斯不要打上的人 其實是至少佔一定的比例 兩成以上的 那這種狀況之下 戰爭一旦持續更久 烏克蘭人對俄羅斯的恨意就會繼續增加 因為傷亡會增多 會有出現像救護車 還有大樓民房也被擊毀 你看前兩天 都有那個公寓跟大樓被擊毀 那如果你那個是你的家人的話 你這輩子還有辦法原來俄羅斯嗎 沒辦法了 所以死傷越來越多 恨意就越來越深 這戰爭就打不完 對 所以他就不會是一下子這種結束事情 顯然俄羅斯他原本的計畫是 克里米亞2.0 就是我們很快的進入 那美國所掌握到的所謂普丁兵力是48 那西方媒體也有說不管48 72 96 反正就是短短的在三五天之內結束 而他的結束方式呢 並不是殺光所有烏克蘭人 他是把所有軍事據點給打下來之後 使你失去了反制的能力 然後摧毀你反抗的意志 然後再把那個帶頭反抗的人 他可能咻一下 每兩天不見單就流出國了 像阿富汗 塔利班要來的時候 阿富汗總統是第一個坐飛機跑掉的 他一跑到以後群龍烏手的確戰爭就結束了 所以所有的這個阿富汗民眾 就歡迎塔利班部隊進來 九天結束嘛 那問題是 可是哲倫斯基不一樣喔 哲倫斯基他換了衣服 他到處在開直播錄影片的情況之下 而且現在民主義的支持度高達九成喔 他又彈回來了嘛 他一開始七十三選上總統 開始要打仗第一天掉到生 要打戰前掉到二十三 現在又彈回來了 九成九成耶 難道我們要怎麼辦 既然要抵抗 我們就只能追隨這個領袖 所以如果最後俄羅斯退回去 以後哲倫斯基會變成是烏克蘭 有史以來史上最了不起的英雄啦 對不對 所以就是情勢一直在轉變 那現在西方各國一直進來的情況之下 好那我剛講這些基礎大家都了解 因為畢竟烏東烏北烏南 俄羅斯都是有效的在進行這個戰爭 而且呢 他顯然是把那些重要的港口都控制起來 尤其是烏南的部分 這個黑海能夠進來的 那現在就只剩一路 就是這個烏克蘭西邊的芬蘭 對不起波蘭 波蘭這邊進來的路 歐盟跟美國都要運送東西 你要從海路 他港口被控制了 好那這種狀況之下 如果真的到最後變成是提高那個層次 俄羅斯在前面這幾天看得出來 他其實是盡可能的 可能不小心常常走火 會被影片拿出來放 不要打平民 只打軍事設備 可是如果接下來開始 因為平民也加入戰爭 因為當澤倫斯就跟大家講 我們發武器喔 你們可以做氣油帶走 你可以朝俄羅斯的軍人去丟的時候 那俄羅斯的軍隊也會反擊 烏克蘭的民眾也會傷亡 我一直在看說 烏克蘭的正規軍 那二十幾萬到底是在哪裡 他們現在是躲在什麼地方 三天五天以後才要出來嗎 那當這個戰爭繼續持續下去 而且那個談判如果沒有得到效果的話 那接下來使用的武器跟屠殺 等那個狀況就會升級 恨意增加戰爭的時間就會延長 即使你看到眼睛所見那個戰鬥結束 民族之間的恨繼續延長 它會變成是一個隨時要爆炸的火藥庫 好那當然 所以我們對於今天這場和談呢 其實不能暴雨高度的期待嗎 是不是 這個我們看到這個烏克蘭也講 烏克蘭總統也說 他說對會談結果不抱太大希望 但還是願意姑且一試 我剛剛特別提到 這是他最新的民意支持度出來了 90%的新高支持率 而且有七成的烏克蘭人認為會打勝仗 好那當然這個歐盟呢更是史無前例的 已經提供武器給烏克蘭 尤其是戰機的這個部分 那也禁止了這個俄羅斯這個官媒封鎖 俄羅斯航空領空 那美國呢當然就是撒錢啦 撒錢6億美金的晶圓之外呢 也跟進德國刺針飛彈都出來了 可是普丁普丁在這邊 是不是他開始焦慮了不知道 因為他已經下令核武警戒 下令核武警戒這是玩真的玩假的啊 老師是下下大家沒有真的要用吧 到底有沒有可能 我們目前看到就是說 一開始是經濟制裁嘛 這個部分嘛 那上回我也跟大家提醒說 其實西班國家在講說 其實是沒什麼準問題啦 頂多只能影響那些權貴的夫人 去巴黎跟倫敦商品啦 目前他其實 所以在比賽時間 那目前是還沒有打下來 是沒有能力打呢 還是他不能打 因為他是過去到現在 他是用違和 但是如果去佔領了基輔以後 變成一個赤裸裸的侵略 不過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濱臨城下 所以你覺得現在還不算侵略嗎 還有一點模糊空間 當然你知道我們是認為侵略 但是他現在講說違和 所以他不想佔領這個基輔 我在猜 這個其實有判斷啦 但是因為濱臨城下的時候 那個談判 你知道就不太一樣 而且更還有一種就是說 通常在談判之前的時候呢 兩邊都會動手看誰佔的土地比較多 先下手為強 那目前為止我們看到說 除了經濟制裁以外呢 就是打傳統的戰爭嘛 飛彈跟坦克嘛 那這些所謂的歐盟國家 提供的大概也就是這個樣子啦 但是比較詭異的說 拜登忽然講說 這是一個第三次世界大戰 那就在講核武嘛 好像在威脅嘛 所以當然普丁也會講說 那就我開始要嚇阻 所以那個deterrence 我們講一下deterrence的意思就是 就是說我有這個東西 我不怕你 你不要給我打 我也有啦 你如果說要給我打一支手 我也給你打一支腳 差不多是那個意思啊 所以我是覺得說 那個其實是差不多差不多而已啦 我是這樣認為啦 只不過現在開始要進入的時候就是說 我們可能台灣在理解的時候就是說 到底這些是什麼人啊 因為他們在講兄弟嘛 對不對就是說 俄羅斯然後白俄小俄羅 烏克蘭就小俄羅斯嘛 那他們都是東斯拉夫人 那波蘭是希拉夫人 西斯拉夫然後南斯拉夫 那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我們現在看到就好像說 因為烏克蘭人做總結滅絕等等那些 然後納稅化 但是不要忘了就是說 其實他們在過去的結合的時候呢 其實俄羅斯人也是強制的同化他們 你知道就是差不多一四大戰左右啦 就共產黨上來以後 所以這種淵淵相報啦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目前為止呢 這個要到哪裡去談判 那白俄算是一個中立的一個地方嗎 比如說要到以色列嗎 因為他是猶太人 烏克蘭的總統是猶太人嘛 OK 那到底要什麼 俄羅斯要什麼東西 OK 那等一下我們可以再談 第二個就是說 我說我有什麼籌碼 我想佔領多少土地就是一個籌碼啦 OK 那兩邊的實力是怎麼樣 當然是俄羅斯是比烏克蘭強太多 但是不要忘了 烏克蘭那個蘇聯解體的時候 他們有拆葬啊 那個黑海艦隊 然後坦克車 飛彈等等 核武等等都有拆葬啦 所以他相對是比較弱 但也不算弱國 算是中等的國家啦 我是這樣認為啦 OK 那當然他有一個就是說 那第三者到底是誰 德國 法國 那美國現在好像說 結果這不關我的事嘛 但是問題是德國跟法國 在歷史上跟俄羅斯跟蘇聯都有恩怨啦 彼此之間其實是相當的不負信啦 所以當然我們目前看出來好像說 歐盟啊等等那些東西 勢必又怎麼樣 我目前看到的那種 報導好像是歐盟現在的職委主席 心上是德國的嘛 他說大概就是說 那就妥協看看好了 你要加入北大西洋公約 好那現在俄羅斯會覺得會反彈嗎 那要不要加入歐盟好了 做一個妥協 好我是想說 當然這個東西是希望能不能 有沒有比較好的兩邊都 某種程度有台階下的解決方式 好那大家都希望有台階下 可是宏廷這依然是戰爭 我也同意韋漢講的 就是要做最壞的打算 所以這個普丁用嗆箱 這不會真的是不至於吧 不至於走到核武這一步吧 我的看法跟偉漢比較不一樣 就是說我們看一下過去 這個俄羅斯的歷史經驗我們來看 就是說2004年第一次打的是喬治亞 那是南奧塞梯的分離之戰 那打了11天 那波里米亞打了24天 所以按照現在的時間 我認為5天到6天其實也還算可以 就是說按照我們複製過去的 這樣的一個經驗 也就是說俄羅斯過去打這個 打的這個時間點 其實戰爭大概還沒有到 談判到最終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為什麼普丁在這一次裡面 他會特別的去把這個所謂的 這個核威赫拿出來 我個人的分析是 其實他在打之前 他就已經做了一次核武演習 那他這一次再做一個核威赫的 類似演習的這樣 宣佈他做stand by 這樣的一個動作 我個人的認為就是說 他應該是要做到所謂 我們過去在講的叫做 A2AD就反介入跟區域機制 那用核武去威嚇西方國家 不要在所謂的這個準軍事行為 準軍事衝突裡面去做衝突 坦白講我的看法是這樣 就目前烏克蘭可以守到現在 坦白講我認為跟 跟所謂的北約跟美國 他們在運送一些救援性的這些武器 還有攻擊性 像這個火箭棚 刺針飛彈 Stinger這些 打這個裝甲車的這些部分 一定有很大的關聯性 所以基本上來講 本來烏克蘭現在就是一個灰色衝突地帶 也就是說這些國家坦白講 他有送武器進去 他不可能沒有在這個灰色地帶裡面 去做一些區域上面的這樣的一個衝突 所以回過頭來剛剛老師講的沒錯 就是所有的戰爭行為 跟所有的軍事行為 跟所有的軍事行為 都是為了一個什麼 都是為了一個戰略目的而產生的 那普丁的戰略目的到底是什麼 從過去的所謂的這個喬治亞戰爭打了11天 最後是希望南奧塞梯能夠獨立 那波里米亞戰爭也是一樣 打了24天 然後也是讓波里米亞能夠分離 從烏克蘭分離出來 那這一次他這次普丁其實用了一個很聰明的手法 也就是說他先承認所謂的頓巴斯地區的這兩個共和國 然後再用所謂人道介入這樣的一個方式進來 然後再開始打所謂我們 我們大家目前大家認為的所謂的侵略之戰 但是這個在所謂的國際法裡面 就讓北約比較沒有介入的這樣的一個機會 其實北約其實也用過這樣的一個方式 北約當初在南斯拉夫 北約率先承認科索沃獨立 然後用人道介入的方式去打南斯拉夫 然後最後科索沃獨立 所以過去我們在看的就是說 如果今天普丁他的一個戰略目的是說 我希望頓巴斯地區能夠脫離所謂的烏克蘭 然後能夠回歸到俄羅斯 坦白講他目前已經做到這件事情 只是接下來就是說 那你在烏克蘭這邊逗留這麼久 或者是以現在這樣的一個情況 當然幾個可能 第一個可能就是陷入了所謂 城市遊擊戰的這個狀況 那還有就是說像我剛才所提到的 我認為北約跟美國所提供的 所謂的那種反裝甲武器 讓俄軍的推進變得非常非常的緩慢 那這幾個部分 也達成了現在和談的這樣的一個機率 所以我的看法是 剛偉翰講說我們來推 Worst case Worst case就是說 所有最壞的這個狀況 那我現在來推一個相對樂觀的這個狀況 很有可能相對樂觀的狀況是什麼 如果普丁的戰略目的 要的是頓巴斯地區的獨立 那我個人認為在這場和談裡面 搞不好有機會談得出來 但如果普丁的戰略目的不是這個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能看到就是說 在烏克蘭這個戰爭裡面 還會再持續一陣子 而且他的變數就很大 就有可能像偉翰所提到的就是說 會往更擴散的這樣的一個方式行進 但我個人是認為就是說 以普丁現在的情況來講 他已經拿到他想要的 那只是過去雖然很多專家都在講 普丁基本上他不用到動武 他都可以拿到這件事情 可是他還是動武了 所以在這個地方我也打一個很大的問號 就是普丁到底要的是什麼 我想這是全世界跟西方國家 大家都在問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烏克蘭說我就不加入北約了呢 烏克蘭不加入北約 這是百分之百發生的事 坦白講他不動武 烏克蘭也不可能加入北約 因為北約的其他成員國也不太會同意他 坦白講 這已經是事實了 所以過去一派學者大家都認為說 俄羅斯不用動到動武的原因就是 你要不就是不加入北約已經成為事實 就北約不東擴成為事實 那頓巴斯地區 我們回到落實過去的明斯克協議 跟新明斯克協議 理論上這件事情就可以停在 普丁要的地方了 可是普丁還是動武了 這就是讓大家覺得比較奇怪的一個地方 目前沒人知道普丁要 我們好像補充就是他的戰略目的 聽洪廷在講就很舒淡 他把整個情勢起來 今天我們就正好是對照組 我是這個悲觀老漢 悲觀主義者 他是樂觀洪廷 但是洪廷剛剛講那個其實就已經有答案了 因為所謂的烏東兩個獨立共和國 頓內刺客跟這個盧甘刺客 他要形成獨立的狀況 不要講他形成獨立 他原本烏克蘭他沒有失職去管轄這兩個地方 是長久以來的狀況 那他本來就已經不受烏克蘭所管轄 而烏克蘭本來也就已經放棄要加入北約 北約成員本來就已經 再再的跟大家講 我們不會讓烏克蘭進來 我們會否決他 所以俄羅斯你不要動手了 你不需要動手了 他還是動手了 所以你說他如果終極的目標 只是會讓這個烏東的兩個 頓內刺客跟魯甘刺客 他們能夠獲得世界的認同是獨立國家 而烏克蘭也承認 然後他大動干戈 出兵五天 遭受掉Swift金融系統的排除 美國的抵制 然後連飛機也沒辦法飛 然後晶片也不能賣 就為了那兩個小小獨立共和國 我覺得這個可能答案很清楚 他那個只是他要違和的影子跟他的理由 這兩個小國只是他的踏板 就是我為什麼部隊在動了的原因而已 可是他部隊動了違和 他保護這兩個獨立共和國 他去包圍基輔幹什麼 剛剛老師講說他應該不是包圍基輔 可是其實我剛剛跟大家講 從整個的戰略還有他的這個推進圖來講 我開一個推進圖給大家看 他烏北烏東跟烏南他同時在進行 如果他只是要保護這個所謂的這個 就是這兩個獨立共和國 他只需要烏東就可以了 是啊 他幹嘛要去站蛇島呢 蛇島是黑海要進到烏克蘭的這個重點 然後為什麼烏北這邊要基輔 還有車諾比的核電廠才要把他站起來 為什麼這個基輔旁邊的機場才要把他站下來 他去站基輔的機場做什麼 如果只是為了烏東兩個共和國的獨立的話 所以答案很清楚了 其實我的看法 那當然是個人非常出錢的看法 他其實是想要複製2014年的 克里米亞的那個狀況 克里米亞人當時是多麼歡迎烏克蘭 那個俄羅斯人來 他二月把軍隊開進去之後呢 後來事後再檢視 他太厲害了 他利用了很多推特的這些 這個所謂的KOL 他們不斷的在克里米亞po說 我今天接我小孩下課 結果看到俄羅斯的軍隊來了以後 我內心正在忐忑 他們是王者之師啊 每一個人阿兵哥都好和善 還跟我們照相 真開心他們來了 不斷的有這種訊息 讓克里米亞人覺得說 烏克蘭軍隊來OK 然後呢俄羅斯電視台 也跟大家講說烏克蘭 在烏克蘭南部的克里米亞 多麼的需要我們俄羅斯的軍隊 然後呢裡面的這些人 我們到處訪問 做好多獨家對不對 結果你事後回頭再看 有一個女生大概差不多50上下 她曾經在八條不同的 俄羅斯電視台新聞當中出現 給她幾幾士兵的媽媽 明天是救護隊的這個小隊長 後天是在那邊祈禱這個怎麼樣 兒子趕快回來的人 哇那講到俄羅斯人都支持 應該要進軍克里米亞 克里米亞人也覺得說我們應該 所以我現在講完 大家懂我的意思 就是可能那一次2014年的經驗 讓俄羅斯覺得說 我們只要把軍事據點佔下 恩 恩 折倫斯基就會跑掉 恩 然後呢俄羅斯的 烏克蘭的軍隊就會投降 恩 烏克蘭的人民就會歡迎我們 恩 所以我才要做這麼大的動作 你要制裁我 你要幹嘛你來不及 因為我很快的 兩天四天五天我就結束了 可是這樣看起來沒有結束的話 那現在就是要不要繼續打的問題 不是這樣聽起來還有接管 或是佔領整個烏克蘭啊 不 我剛剛已經跟大家講了 你這樣子的軍隊數 15萬也好 20萬也好是不可能 烏克蘭是個非常大的地方 很大 他是要讓所有烏克蘭人 所以我才 一開始我們在節目 我就講一件事情了 你要去想看看 為什麼俄羅斯的軍容 會在沒有油的情況之下 跑去跟烏克蘭人借油 然後被俘虜 他根本不覺得 我去跟你借油這件事情 我會被你抓起來啊 你應該是要歡迎我來借油 繼續解放你們 繼續解救你們 於水深火熱之中 避免西方的邪二北約 進到烏克蘭嘛 我們才是一國的 那些壞人不要讓他進來 有人要引壞人進來 我們要把門守好 你是我弟弟 我是你哥哥 所以我們一起把這個門守好 俄羅斯軍人是這種想法的 所以其實現在的狀況 已經不是走向那裡了 那如果只是為了 要烏東兩小國的獨立 才出兵的話 那其實他不需要 跟全世界為敵 對 我的意思是這樣 那當然也已經有提過 很多的制裁啊怎麼樣 那那些警告致使 很多的國際軍事專家 在2月24號之前 判斷百分之百不會出兵嘛 因為完全是有百害而 百害而有一例 那一例就是最後被你打下來 可是機會很低 啊不會打 打 所以他的想像 跟他的想法 我再次跟大家講 第二次跟大家報告 我們不要站在西方媒體的角度去看 俄羅斯人出兵的這些理由跟想法 連俄羅斯的軍人 在我看來至少是部分 俄羅斯的軍人他們是認為 我們去了以後 烏克蘭人是會歡迎我們的 所以這個想法跟我們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樣 有落差的 老師 我看過去的這種打戰談判的這樣子 通常就是兩個 一個就是說我能佔多少土地 好 OK 籌碼會比較多 第二個是說看對方到底是什麼樣的 如果是罵喀的時候 他會越想越多 所以我看到美西戰爭的時候 美國打贏的時候 一開始說我只要馬尼納灣就好了 我個加美戰 然後後來說呂頌島好了 後來全部都要了 因為對方太弱了 所以那再回頭講說 到底他有什麼樣的選擇呢 我就是說北東南好了 第一個就是白俄模式 就是把你吞掉 或者變成某種的傀儡 或邦聯或怎麼樣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方式就是說 克里米亞的方式 克里米亞就是說我先自治 然後呢公投獨立 再公投統一 那第三個模式就是 現在我們看到的 烏東這兩個我承認的 那但是呢會不會有下一步 也就是所謂的法理 那目前為止 我們看到類似的例子 摩達維亞有一塊 喬治亞有兩塊 亞塞班尔哈有一個 就是那些基本上就是說 我佔領了以後 那但是呢 你的中央政府也不敢怎樣 他是實質上獨立 那你說要變成法理獨立 你知道即使是俄羅斯承認 是沒有用的 一個聯合國 差不多這種國家 有五六個左右啦 就卡在那邊了 所以我在想說 他到底要什麼 可能還會看這個烏克蘭 跟西方國家 到底什麼樣的程度 如果德國法國 然後美國是 叫多多的時候 我覺得俄羅斯 可能會要更多 但是我的判斷就是說 把他變成好像 白俄那種邦聯 或傀儡政權 可能是對他來講 比較划算 目前在這個線上的 還有前駐紐西蘭大使建文吉 建大使你好 建卉好 大家好 剛剛我們其實來賓 討論的很熱烈 都在討論說 到底普丁要什麼 他的戰略目的到底是什麼 大使怎麼看 其實他已經講得很清楚 一個就是 烏克蘭的去軍事化 另外一個就是去納稅化 那這兩個都是合而為一的 那去軍事化的話 我覺得從俄羅斯那邊的消息說 他們大概這四天 已經摧毀了大概900多個軍事設施 我想就是說 現在對於幾個大城市 是我認為他是按兵不動而已 就是說基本上 尤其基輔的這個 基輔的決戰 跟這個哈爾科夫的這場決戰 我覺得正在要看他們兩邊 現在談判的結果來決定 因為對俄羅斯來講的話 他這個不是很難 不是一定要從這個軍事上 能夠得到他需要 而是要在談判桌上得到他需要 可是談判必須要有軍事的進展 作為這種軍事的壓力 軍事的技展作為後盾 所以我覺得現在就是說 俄羅斯這個戰法 其中東面南東面往西打 南面往北打 北面往南打 放出西路那塊不打 那基本上也是在製造這個 製造更多的這個烏克蘭的難民 讓西方國家感受到壓力 因為這個西方國家現在就是說 可能就是說他還沒有真正從這一場 這個俄羅斯的戰爭中 受到實質的付出實質的代價 所以我是覺得現在一切都是風雨前的寧靜 那麼如果說這個談判桌上 談的不是很順利的話 我覺得這個戰爭會立刻提高 那現在都是各戰具有力的位置 所以美國跟這個德國 他們給的武器大部分是這種防空的武器 跟這個反坦克的武器 那我想這個都是對未來下一輪的這個激戰 那麼增強烏克蘭的這個抵抗的實力 不過整體來講的話 比如說這場戰爭會因為雙方的軍事實力 越來越接近的話 會越打越久 那麼可能會變成一個拉鋸戰 那所以這樣情況之下 對俄羅斯也不利 對北約國家也不利 因為這個戰爭再提高的話 可能真的會有很多人道危機會出現 那現在就是看北約 是不是會有更進一步的行動 不過美國的拜登總統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如果這個美國要加入的話 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戰 那麼普丁也很清楚的說 他已經指揮 他已經下命令讓他的核武力量 進入高度戒備狀態 所以現在大家都是見在懸上 我覺得就是說 希望在這個外交的談判上 能夠在談判桌上解決這個問題 而不是要在戰場上 來分一個你死我活 大使你看好今天的這場和談嗎 真的是和平有望 還是只是虛晃一招 我並不是很看好 因為這個Zelensky最近他的實力 又有所增強 那麼尤其這個歐中國家 尤其美國 在戰爭的這個資源上 在武力上給了他很大的一些資源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想他還是 願意繼續把這個戰爭延續下去 所以我並不是很看好 這輪的這個外交談判 因為第五天了 那包括了很多的這個西方媒體的角度 以及台灣媒體所引述的西方觀點 都認為說哇這個普丁呢 閃電戰速戰速決失敗 所以普丁抓狂 那已經到第五天這個人看 基輔遲遲攻不下來 可是剛剛這個大使有特別提到說 是普丁刻意的按兵不動嗎 因為他也要看目前這個 在今天談判桌上 能不能談出一個什麼 那我要講的就是說 這個真的是 不如普丁所預期的這麼難打 還是說他根本沒有用盡全力 他投入的兵力是刻意有限的 那這麼一個保守戰術呢 他有他的政治考量 我想所有的戰爭都是有政治的目的 不是為戰爭而戰爭 這個是我想這個是一個基本上 國與國衝突的時候會發生這樣 然後你可以看出來 俄羅斯第一波攻擊 基本上以軍事設施為主 就是關鍵基礎設施 然後關鍵的部隊 作為打擊的對象 那目前為止沒有看出來 他去打擊那個關鍵 關鍵基礎設施 比如說水壩發電廠 還有這些 跟國際跟民生息息相關的 那就可以看出來 他是希望能夠把軍事的這個行動 那麼節制在一定範圍裡面 可是如果得不到政治目的的話 那只好被迫一定會提高 軍事的這個行動的能 他的這個層次一定會提高 那烏克蘭事實上是比較無險可守的地方 那麼這個基輔的範圍也很大 那麼現在是先團團圍住 如果真正要進城的話 那麼會造成大量傷亡 那這個我覺得就是雙方的統帥啊 也是普丁跟這個澤登斯基 他們很重要一個抉擇 那麼是要把戰爭帶成一個這個 這個堅壁親眼 就是說一個人民戰爭的角度 以大量傷亡來造成一個 好談判的一個籌碼呢 還是說現在就能夠盡量把這個衝突 軍事衝突把它截制住 在談判桌上來解決雙方的分析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就看是一念之間了 不過烏克蘭事實上 要短暫的話 可能他可以在軍事上 他有很強的士氣 可是就實際的這個兵力的這個 這個實力來看啊 那麼如果俄羅斯要進行大規模的這種戰爭的話 那烏克蘭可能還是要付出非常慘痛的代價 好大使核武的可能性高不高 不是沒有可能嗎 我覺得這個要看這個 北約如何的回應 那因為烏克蘭的目前的話 北約還有美國大概基本上都不願意直接涉入 那如果有直接涉入的話 或者俄羅斯會在這場戰局中 那麼失去優勢的話 或者說必須要吞大戰敗股果的話 我覺得就很難說了 好非常謝謝大使觀察分析 那當然我直接請教這個洪廳議員 也就是說我剛剛特別問到說 普丁是真的攻不下來 還是他是刻意的他不要完全的用盡全力 所以他投入的兵力有限 那麼同時呢 他是不是整體上來說 要控制整個戰爭的慘烈程度 所以他避開巷戰 那因為一旦烏克蘭人民死傷非常多的話 超乎預期的多的話 其實對他後續來講 包括要扶植親俄政權等等 這也都不利 我認為很合理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剛剛做出一個 相對樂觀的一個預測 就是說基本上來講 以兩國的兵力來說 所以他不是打不下來 他是不想打下來 硬打要打下來一定是可以的 但是那個傷亡跟代價 還有以目前的這個狀況 你可以看到 我剛才一直在提到 就是說西方國家跟美軍 一直在進行所謂的這種 反裝甲的這種輕型武器 其實都是在為了什麼 都是為了在城市遊擊戰裡面做準備 那我們看了很多電影 如果城市遊擊戰 你一旦要進入掃蕩的時候 那個所謂的這個附帶傷亡 跟附帶的傷害 就會非常非常的嚴重 所以我認為就是說 以目前這樣的一個狀況 其實普丁是在做出一個談判式的格局 所以我覺得看一個人 我們先拋開對這個人的好物 我們先看他之前怎麼講 普丁過去曾經講過他的戰略格局 就是說我希望北約不要東擴 因為我俄羅斯的戰略 核心戰略就是 我跟北約之間要有所謂的這個 中立的戰略緩衝區 他指的中立戰略緩衝區就是什麼 就是烏克蘭跟芬蘭 所以這兩個國家他希望他就是 永遠的中立化 跟大使剛剛提到的去軍事化這些 也有一點點關聯性 所以我們再看就是說 過去其實很好玩喔 美國有一個這個戰略跟國際智庫研究 就CSIS 那他過去在1月的時候 他就寫了一篇報導 就是說我認為就是說 俄羅斯非常有可能 會在幾種狀況底下 那跟烏克蘭有所謂的相對的 這樣的一個進攻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一旦要打可能會出現三種狀況 哪三種 第一種狀況就是說 如果他真的是大打的話 也就是以目前這個狀況 他如果真的要大打 他很有可能要做到一件事情 就是把烏克蘭整個打掉 然後跟白俄羅斯去做合併 創造出一個新的南斯拉夫聯邦 新的斯拉夫聯邦 這個是最慘的worst case 這是他們所預言的最慘的worst case 第二慘的這個狀況就是說 他除了打所謂的這個城市 頓巴斯地區以外 他把整個南部跟所有的港口城市 全部佔領起來 也就是說第一我讓你烏克蘭內陸化 然後第二就是我可以趁機幹嘛 我可以趁機拿到所謂的黑海跟克里米亞 他完全的這個交通航行權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就是說好 那他最輕最輕就是什麼 我這次打完下來以後 我除了頓巴斯地區以外 我還要拿聶伯和以東 比較親俄的這一塊 那這是我比較相對拿得下來的 所以這個是SAS裡面 他去做的一個基本的分析 就CSIS這個智庫 做了一個基本分析 就是說他也不認為說 普丁會走向左衛的全面戰爭 他還是認為就是說 以普丁剛才所提到 以他的戰略核心裡面 他跟北約終究需要一個緩衝地帶 而這個緩衝地帶到底是什麼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倒覺得就是說 我認為他 談判是有機會 談出一個所以然的原因 在於就是說 第一 確實烏克蘭過去也曾經宣布說 他希望成為中立國 那如果這件事情成真 那可能烏克蘭未來就是領土大小 怎麼去切的一個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還是強調一件事情 就是說 從哲倫斯基的這個狀況看起來 我還是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 現在很多人把哲倫斯基當英雄 可是也很多人認為說 哲倫斯基其實才是什麼 才是這場戰爭 會走到這麼慘的這樣的一個狀況裡面 但我們要講的一件事情就是 當兩國在陷入矛盾的時候 寒打喊殺的永遠不會受到懲罰 那這樣子的一個戰爭態勢 就有可能走到敵意螺旋 今天其實烏克蘭跟俄羅斯 就是因為這樣的一個敵意螺旋 而走到這樣的一個這一步 所以我們在看這個狀況的時候 除了領土 除了民族 除了這幾個部分以外 我們還是要看就是說 到底前因後果 這兩國到底怎麼走上這條路 這條戰爭的不歸路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聞不會消失 只會更強大